尽快就完成了 哎呀 启功 下一招是赖宝尚朔 不对 是零元尚朔 何方高人 为何不现身相见 再不现身 我对这个小丫头 就不客气了 金哥总 你先把他打到树林里去 我去就来 好 郭大侠 我求求你了 我养条蛇也不容易 老人家 我也求求你了 我给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磕头了 别 中尔 中尔 喂 你看这是什么 红帮主 快走 是吧 是吧 等着我 荣儿 你没事吧 金哥总 我没事 好险呢 荣儿 多亏了你了 多亏了七公 嗯 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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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儿 还给你 七公 你告诉我 那个梁老怪 为什么那么怕你啊 他是不是做什么坏事 让你看见了 是啊 坏事就坏事吧 问那么多干什么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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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吧 七公 说吧 那都是二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他信了一些采音不扬的邪书 抓了很多黄花闺女 破了他们的身 以为能长生不老 破了他们的身子 是不是就是杀了他们呀 比那还厉害呀 古人云 饿死是小 是劫是大 这句话 我倒是听我娘说过的 我知道了 那一定是毁了他们的容了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你回去问你娘 他知道 问你娘 七公 七公 我娘早死了 你快说呀 到底怎么样 别那么吞吞吐吐的 快说呀 我说什么说啊 你跟这傻小子入洞房就知道了 还是别问了荣儿 不行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后来后来 我把她打了一顿了 后来后来 我把头发掉了 后来后来后来 后来 拔掉以后 我让她把这些花花闺女 都送回去安置好 然后我让她发誓 以后 再也不许做这些 天诛地位的事 我看她这么些年 也没犯什么毛病 就饶她一死 就这么点事 静儿 你练降龙十八掌真是一把好手啊 静儿多谢七公了 可惜啊 静哥哥只学了一招降龙十八掌 要是以后出去遇上强敌 那可怎么办啊 他们可不管 静哥哥是学了一招 还是十八招 反正他们会说 他们打败了降龙十八掌 你这意思是缠着我 让我多教她几招 教不教在你 我烧菜去 就这一招 左之右挡 是有点难看 要不 我再教你一招 不用了七公 七公教我 我自然是想学的 只不过咱们说好了 就教一招的 如果七公教的多了 容儿自然是高兴了 不过 我也不想嗨得七公 说话不算数呀 傻小子 老教皇 我做了一辈子了 看了很多人脸色 猜了很多人心思 你们家容儿想什么 打什么算盘 我都知道 我知道什么时候 适可而止 队长 我教你 队长的名字叫 飞龙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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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 七公 你来了 静儿 这是什么招 这是 这是龙战鱼野 小龙之巴掌的 第十五招 十五招 七公 你接着练啊 七公文文 南朝已经败落 小王爷何苦千里迢迢的来这儿 此次父王命我出使南朝 实则是要我沿途搜集南朝各府各县的方至地团 移工日后我大行南宫之缘 原来如此 要论种田耕地还是南朝的老百姓有本事 咱们大经国的地界上土地荒芜了多少 那有什么 还不是乖乖地送进大经国的粮草 小王爷高见 小王爷 好像是个江湖人 在他们这里江湖人多的是 你真要走啊 七公 七公 我不行啊 怎么不行 还有很多菜你都没尝呢 是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夜席 只有品不安的美味 我告诉你们 再说了 我从没有教过人家超过三天的武功 我教你们三十天还怎么了 你们把武功学全了 那是什么不好 什么好 你们好 我大为不妙 七公 七公 金哥哥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七公留住啊 算了 容儿 我看七公真是有事啊 我知道你们要留下我 我不让你们留下我 你们偏要留下我 七公 不过我告诉你 这招不能教了啊 这武功可不能学了 一招也不行 不是啊 七公 我是想跟你说 你教了我这么长时间的武功 我真的是很感激你 你感激我 我 你干什么 不行不行不行 这使不得使不得 你干嘛 跪下 我们不是石头关系 我教你功夫 我是因为你媳妇做菜做得好 我教你功夫是给她饭钱 是吧 你娃娃 动什么脑子呢 七公要走 我是不敢拦的 山水相逢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相见的 到时候我再做菜给七公吃 也不晚呢 对啊 蓉儿 是 是 是 对啊 不过 不过什么 我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这么一天 因为跟我们做对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跟你做对不就是梁子翁吗 还有谁 他们有很多人呢 要是我和静哥哥被抓了 难免一死啊 那死就死吧 人谁无死啊 是不是静哥 是啊 蓉儿 七公他老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咱们还是别耽误他上路吧 七公 我和静哥哥死是不怕的 不过我怕他们把我和静哥哥抓过去 也不杀我们 就让我天天给他们做菜吃 你想 什么玉笛谁家听落梅啊 二十四孔明月桥 这算来算去一年到头 一年到头 对啊 你想 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大不了吃了我一二百道菜 这一年到头三百六十五天 有多少道菜是七公没吃过的呀 多少菜 你说说谁跟你做对 说说 沙通天啊 沙通天 那有屁用 蓬莲虎啊 那也没屁用 林志少人 没屁用 还有白驼山的少主欧阳克 欧阳克更没屁用 什么 白驼山 你说西域的白驼山吗 对啊 他是不是很厉害 他有叔叔叫欧阳峰 欧阳峰是小子武功可了得 不过二十年了 他是很勤奋哪 我这个老教花成天管教花帮的事 却耽误了很多 不过他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那 什么意思啊 要有阿克这小子啊 我倒可以留下来防备防备他 不过说回来啊 这丑话说前面 这祥龙十八掌我是一招也不教了 那你教什么呀 我教你们留命保身 林迪应变之道啊 七公 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菜叫碎寒三有 必须要用松子 笋煎 酸梅子做原料 那这道菜口味清淡 回味醇厚 什么东西 你往哪里跑 这个东西往哪里跑 这是一条蛇啊 真是美味佳肴啊 哪里跑啊 这个应该很好吃啊 这道菜啊 美味成后啊 七公 这边还有啊 七公 你看 这儿就有两条 这么多 等会儿你会不会做蛇吃啊 是啊 我们可以做摆摄宴了 七公 你看那儿 还有很多蛇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下鸟啊 这谁相信您养的 有人会养蛇吗 什么人这么大胆伤我的蛇挡我的路 活腻了吗 原来是黄姑娘 没吓着你吧 带我回去好好收拾这三个畜生 七公啊 这个人可是坏得很 你要好好治他一治 我看也差不太多 牧蛇是要讲实令的 讲门道 讲地界的 你哪有大白天牧蛇的 前辈竟懂得牧蛇的道理 这有什么不懂的 一名为首 二名为公 三名不战 四名收兵 这个连我孙子都懂 这些蛇而远道而来 恐怕是恶极了 不可能按常规行事 你们伤了多少人 没伤几个人 我们只是在旷野中放牧 没伤多少人 你这口气像天王老子 我知你姓欧阳是不是 正是 姑娘想必对前辈说了吧 不知这位前辈是 这个前辈的名号呢 也不方便告诉你 我是怕我们说出来 会把你吓死 你是那老东西的侄子 我跟那老东西二十多年没见了 怎么样 死了吧 家叔常说 他那些老朋友还没有死绝 他不敢先行归天 好小子 绕着弯子骂我 说说你带这些宝贝干什么来了 晚辈来到这中原花花世界 旅途寂寞 顺便弄两条蛇玩玩嘛 你撒谎 一路上有那么多的美女陪着你 你还会寂寞吗 悠悠我心 岂无他人 为君之故 晨阴至今 你干什么 你心我心的 我最看不得 听不得你这色鬼狼鸡的掉到书袋子里 你跟你叔父在西域横行八道就可以了 到中原来干什么来了 你做着千秋大梦 我看你叔父面上